水浒传中 正观西迈的猪肉 究竟是什么品种 梁山黑猪肉 迷迷糊糊 猪的视力究竟有多差 它这一绳子是迷迷糊糊的 一样看不清楚看不多远 与之详情 敬请收看本期 农广天地之 水泊梁山的黑白美味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欢迎来到农广天地 山东省济宁市的梁山县 是中国古典名著 水浒传的发祥地 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 可谓是家喻户晓 梁山县也因此而名扬天下 梁山好汉的故事 大家是耳熟能详 那在这里 又有哪些富有地域特色农产品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试试组来到了 山东省济宁市的梁山县 这里是中国古典名著 水浒传的发祥地 水浒一百单八将 我最喜欢的还是卢之参 因为它极恶如仇 粗中有戏 尤其是拳打正关系的段落 让人印象深刻 但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很疑惑 那就是正关系作为一个屠夫 它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 到底又好不好吃呢 今天咱们就去探讯一下 梁山县地处鲁西南 与河南省接壤 水泼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 可谓是家喻户晓 梁山县也因此名扬天下 那在水浒传中 屠夫正关西脉的猪肉 究竟是什么品种呢 我们记者小林首先来到梁山县的一个景区 因为她听说这里有一个说山东快书的艺人 每天都有表演 所以我们记者打算先听一段山东快书 看看这里面是否隐藏着答案 这段鲁梁霞拳打正关系的山东快书表演非常精彩 生情并茂 有章有迟 可是我们记者看完表演之后 还是没有搞明白 这正关系究竟卖的是什么品种的猪肉 随后她就换了一个思路 准备去问问当地人 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答案 您好 梁山县本地人吗 是 我想问一下 在水浒里面正关系卖的猪肉是什么品种 您知道吗 是我们梁山本地的黑猪肉 黑猪肉 对 我们梁山的黑猪 梁山黑猪肉 我们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了几个人 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 看来这正关系买的猪肉就是梁山黑猪肉 通过了解得知 梁山黑猪是当地一个地方品种 从唐朝开始 梁山县就开始饲养黑猪 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过去 梁山黑猪大都是农户散养 规模不大 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养殖企业 进行工厂化养殖 随后 我们记者就联系了一家当地的黑猪养殖企业 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赵信燕 两个人换上隔离服就进入了养殖区 咱这养了多少头猪吧 现在养了八千多头 八千多头 全是黑猪吗 对 哇 那这规模还挺大的 葛老挡里是比较大的 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 梁山黑猪的毛比较稀疏 额头宽大 猪嘴很长 上面还有微微的凹陷 黑猪的耳朵也很大 松松垮垮的垂在头的两侧 我们记者以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黑猪 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 这梁山黑猪的体型和外貌 似乎和别的地方的黑猪略有不同 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额头上都有个倒八指 倒八指 倒八指 说成倒八指妹 然后呢 它的这个猪的肚子呢 是种能力 不得下脆 你想那个梅山猪了 它们那个肚子都脱底 但这个不一样 体型有一些差异 对 体型有些差异 所谓运动性的 对 所谓运动性的 我们记者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梁山黑猪的体型 的确是比较匀 至于额头上的倒八指妹 在小猪身上不是很明显 但在大猪身上 看上去就比较清晰 除此之外 我们记者还有了一个发现 我看咱这 居然有的黑猪颜色 还都不一样呢 对 但这个梁山黑猪呢 它的特点就是 只有两种颜色 两种 对 一个是纯黑色 一个是灰黑色的两种 这两头就不一样 你看那头就灰色 旁边那个就是纯黑 对 梁山黑猪的颜色 虽然不到一样 但看上去都非常活泼 经常成群结队 在猪舍里跑来跑去 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猪是一种比较懒的动物 吃饱了就睡 可是这里的黑猪 为什么看上去生龙活虎 活泼好动呢 那边有好多小猪在绕着跑啊 对 但这个梁山黑猪呢 是比较爱运动 爱运动 对 猪不是应该懒懒的吗 但这个猪呢 是给它们不一样的方法 就是叫它多运动 长骨骼的时候多运动 它的肉质好 每天都要运动吗 每天都有三十公里的运动 赵兴艳告诉我们记者 梁山黑猪本性好动 尤其是成长发育阶段 更是顽皮 为了能让黑猪多运动 赵兴艳特意扩大了猪圈的面积 让黑猪在里面能够自由活动 这样还可以增强它的抵抗力 不容易生病 就在说话间 有一群黑猪慢慢围拢过来 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 这些小猪怎么都围过来了 但这个梁山黑猪呢 猪成家族 猪对人很亲近 之前见到的就是 只要一进来或者一接近 就呼呼全跑开了 它怎么好亲近啊 它这个胆子比较大 梁山黑猪的胆子比较大 即使是陌生人 也很容易接近 这时我们记者注意到 当黑猪在逐渐靠近它的时候 都是先用鼻子闻一闻 嗅一嗅 然后再不断靠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它这一绳子都是迷迷糊糊的 眼看不清楚 看不多远 还是个近视眼 近视眼 对 也就是说 它们的鼻子的嗅觉 是非常灵敏的 对 它是靠这个鼻子去问 是瓷的东西 还是帮我手外的东西 它都是靠鼻子去问 梁山黑猪虽然视力不太好 但嗅觉和听觉非常发达 猪群之间主要靠嗅觉和听觉相互保持联系 当然黑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主要是靠嗅觉 赵兴彦告诉我们记者 梁山黑猪除了胆子比较大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产子绿糕 它一胎能产多少呢 一胎一般的都是四七八厨 多的产到六十多头 这么多啊 对 奶够吃吗 这个一般的都够吃 这个有特殊情况呢 有产的多的跟产的少的 可以寄养 寄养 可以寄养 叫它认干嘛 可是不是自己的猪宝宝 它会愿吗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赵兴彦的养殖规模比较大 并且自繁自愈 所以它可以灵活调配 让每一头刚出生的猪宝宝 都能得到细心的照料 哺乳期的梁山黑猪 以母乳为主 当它断奶之后 赵兴彦就根据黑猪的生长特性 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为它们搭配不同的食谱 在这个梁山黑猪呢 它的特点是长得慢 长得慢 肉质好 对 那它什么时候出来呢 从出生到出生 得大到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对 那出来的时候 它体重有多长 体重在只有100公斤左右 在梁山县黑猪养殖 具有悠久的历史 猪肉的吃法自然已有很多 随后赵兴彦就帮忙联系了 当地的大厨程湘云 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程老师啊 我特别想知道 咱梁山的黑猪肉 用什么做法 最能体现它的特色呢 梁山的做法 一个就是红烧肉 红烧肉 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呀 对 很普通的家常菜 做出来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这个肥肉做出来 晶莹剔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适量清水 水烧热以后 加适量姜片 葱段 再放入切好的五花肉 撇去浮沫 放入肉扣 八角 白纸 香叶等佐料 加适量糖色 再放入少许酱油 先用大火煮二十分钟左右 改小火炖二十分钟左右 出锅前 加适量食盐 这道泵肉就做好了 在凉山 泵肉和米饭是最佳搭档 那它究竟味道如何呢 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这个肉肥瘦相间挺好吃的 感觉口感也挺好 肥而不腻 吃起来糯糯的感觉 蜜蜂猪圈如何保持空气清新 我们生下了一个新的通风系统 紫猪断奶如何让它不掉镖 我们就给它喂这个热果奶 浓广天地 稍后继续 近些年 梁山县的畜牧业发展迅速 除了有地方品种 梁山黑猪之外 还养殖了其他品种的猪 比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 杜长大三元猪 品种虽然平淡无奇 但在梁山县的一个养殖场 它的养殖模式非常特别 那它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 咱这猪射挺有特点的 来了之后 看外观上就感觉还挺普通的呀 对 要是看外观的话 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里边就不通了 我们的小猪 住里是恒温社 吃的是营养残 恒温社营养残 对 那恒温社是什么呢 恒温呢 就是我们通过腐牙通风 环境自动控制 全年保持在25度左右 全年控制在25度啊 对 这样比较适合小猪的省长 在梁山县 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 这猪射里面是如何保持 温度恒定呢 随后在寒电带领下 我们接着就准备到猪射里面去看看 推开一个房门 首先吸引它的 不是里面的小猪 而是走廊上的一张躺椅 上面还有一床被子 那怎么还有个躺椅啊 还有被子 那个躺椅啊 是晚上餐小竹的时候 为了放置雅兹小竹 我们公人休息的地方 就工人必须要在这看着才行 是的 因为他在省餐的当天 有些牧竹不牢式 放置雅兹小竹 立刻休息一下 人在猪射里休息 这样我们记者大开眼界 随后他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个猪射 猪射的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左右 四周几乎是全封闭的 可让我们记者感到奇怪的是 这猪射里没有一个窗户 但里面并没有太大异味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实现了一个新的通风系统 这个是一个紧风口 新鲜的空气从上面下来 我们脚底下是一个出风口 空气实现一个负牙通风 空气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这是进一风口啊 对 光这一个屋子就有六个进风口 是的 怪不得没什么异味 排泄物呢 咱要怎么处理 排泄物呢 这里面是一个尺子 我们要顶期处理 这是个漏缝板 直接漏下去了 对 有一个关道 然后呢 直接就通向着去尺 所谓的负压通风 指的是 在注射外面下端墙壁上 安装了一台负压风机 源源不断地抽走室内空气 导致室内空气压力瞬间比大气压小 这样外界空气在大气压压力下 通过注射上面的进风口进入室内 形成定向稳定的气流带 因为气流从上而下 朝一个方向流动 这样就可以带走室内空气中的异味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这套通风系统的发明人 恰好在这个养殖场搞技术服务 小林正好想请教一下 她是怎么想到 发明这样的排风系统的 猪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分辨和尿来 那么这个分辨和尿呢 在猪肢里边 很容易产生氨气 二氧化碳等有毒的气体 那么如果猪呼吸到 不新鲜的空气之后呢 它就很容易得病 所以猪在猪肢里边 必须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 猪不容易得病 而且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 猪的排泄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 会产生氨气 硫化氢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 对猪的呼吸道 黏膜 眼睫膜等 都会产生刺激 猪长期处于有害气体中 体质变弱 抗病力下降 肠胃病增多 生产性能降低 严重的还会引起 睫膜炎 支气管炎 肺炎 肺水肿 咳嗽等病症发生 而这套排风系统不断循环往复 送来新鲜的空气就可以保持猪舍的空气清新 猪在里边生活自然就非常舒适 咱这个猪舍是怎么保持恒温的呢 我们这个猪舍是经过特殊的保温处理 夏天热空气进不来 冬天冷空气也进不来 夏天如果屋子里热怎么办 夏天外面的空气肯定是很热的 那么我们对热空气进行冷处理 冷处理之后冷空气进入猪舍里边 所以猪夏天呼吸的是冰凉的空气 因为猪舍的四周墙壁和顶部 都使用了保温隔热材料 到了寒冷的冬天猪本身就会散发一部分热量 再赋予热光灯暖气片等增温措施 就能保证猪舍里的恒定温度 小猪呢因为它很小 它需要温度更高一些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热光灯 这是个热光灯 对这是个热光灯 就像鱼霸一样 对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部温度能达到30度 那么小猪在这个环境里边 它就很舒服了 葛金山告诉小林 在养猪过程中除了要给猪保持舒适的生活环境之外 喝的水也非常重要 因为养殖场的水限都很长 水在水限中存留 如果温度升高就容易自生细菌 特别是夏天呀温度比较高 所以这个管道很容易自生细菌 那么自生细菌之后 那么这个水就被污染了 如果猪喝到不信用的水之后 就很容易得病 而且抵抗力也在下降 对所以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要对这个水管进行定期的清理 猪在生长的过程中 喝水量比较大 据统计猪每吃一斤饲料要喝十斤水 所以猪喝的水和健康程度密切相关 水干净猪自然更加健康 这个小猪记忆力是非常强的 记忆力好 对 怎么体现的 它吃那个奶头是固定的 固定的 对 如果我们认为的把它花了奶头的话 它还是要跑回原来的奶头去吃的 小猪出生后20天左右就进入断奶器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 子猪断奶是猪生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 一般来说 子猪断奶之后 因为不太适应新的食物都会调标 但葛金山找到了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断奶调标的问题 因为它吃奶吃习惯了 要么换饲料它不吃 要么吃了之后它不消化了稀 那这个阶段要吃什么呢 后来我们就给它喂热锅奶 热锅奶 对 这是什么呀 那热锅奶可是好东西 里面有卤腥粉 有大豆浓草蛋白 有小米 玫节蛋白 所谓的热锅奶其实也是一种猪死料 只不过它外观看上去像奶粉 并且在调配的时候 也像奶粉一样要用热水调配之后 看上去也很像豆奶 所以就把它称之为热锅奶 剁这个热锅奶的时候 打上几个鸡蛋 效果会更好 哇 还加鸡蛋呢 对 这个营养就更丰富了 你看小猪吃的多好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一般的这一包这个热锅奶啊 再打上六个鸡蛋 六个 我看这上面标着是一千克 对 一公斤 一公斤 对 是六个 六个鸡蛋 热锅奶的调配过程是这样的 先把鸡蛋磕到盆里 用搅蛋器搅拌均匀 然后按照比例 加一定量的热锅奶 再搅拌均匀 倒入适量热水 搅拌成细细的糊状 等凉了之后 就可以喂给小猪吃了 这闻起来确实有一点 那个冻奶的味道 香吧 挺香的 小猪吃这个好幸福啊 一米热锅奶的营养非常丰富 并且也非常适合小猪的口味 所以在断奶期 小猪吃了热锅奶之后 不仅不吊标 还能长两斤 葛金山告诉小林 这里的小猪过了断奶期之后 吃的饲料也有一点不一样了 断奶之后啊 它不同的阶段 它是吃不同饲料的 但是不管哪种饲料 在饲料里面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没有抗生素 不加抗生素 对 一点也不加 那能行吗 对 那不加抗生素 就用这个生物发酵技术 能改善尝到环境 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养殖方式挺特别 出产的猪肉自然也非常有特色 猪肉里边的风味氨基酸含量高 猪肉吃起来就特别香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 葛金山就找来当地的大厨孟庆芳 特意请他给我们介者 做一道特别的菜肴 今天在这个无花肉 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不一样的吃法 对 这无花肉我还吃得挺多样的 咱这个我会没吃过吗 咱今天要怎么做 我们做这个无花肉 只用葱姜盐 就这几种啊 对 我看您那个锅里也不是汤 就是清水 对 就是清水 清水煮无花肉啊 对 这能好吃吗 一会儿你开始品尝就知道了 孟庆芳做的这道菜 叫白水煮肉 做法非常简单 先把无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 然后在清水中加适量姜片和葱段 将水烧开后 放入无花肉 煮四到五分钟后 加适量食盐 即可出锅 煮出来的无花肉可以直接食用 也可以蘸醋 酱油或其他调料一起食用 好劲道啊 而且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 我原以为会有点腥 但是这个却没有 就是 淡淡猪肉的清香 对 好香啊 出乎我们记者的意料 没想到这白水煮肉味道还不错 尝到了猪肉的原汁原味 孟庆芳告诉我们记者 不单单无花肉可以直接用清水煮 猪头猪耳朵猪蹄 猪内脏等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烹饪 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做成全猪烟 颇受时刻的欢迎 观看这个颜色 觉得这个猪皮动颜色很清淡 但是吃起来呢 这个动物入口即化 滑而不腻 很鲜 很好吃 这个盖啊 看这个颜色有点深 好像和外边的颜色不太一样 不太好看 但是吃着这个口感啊 就后味有个甜味 这个大骨头只加了葱姜盐 看上去很清淡 吃起来呢 很有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 吃到嘴里边的那种感觉 就是鲜 就是香 那种有那种肉的那种清香 梁山县的这两种猪 颜色一黑一白 品种一个传统一个现代 一种养殖模式 遵从猪的天性顺势而为 一种养殖模式精心呵护 体贴入微 道路虽然不同 但只要科学饲养 用心经营 都能养出食用安全 品质优异的好猪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小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地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